今天来说说2004年法国短片《练尸者》 从前有一个怪叔叔 住在法国郊外的个城中村 他每天独来独往 很少跟人打交道 他有个怪癖 喜欢伸出他那变色龙一般的舌头 生吃小翔 绝对是原汁原味高蛋白 一只小翔怎么能填满肚子呢 于是他把自己打扮得像吸血鬼一样 准备流出去觅食 街上提供一次幸福的妹子走上来打赛 他很是恐慌 事实的他内心是孤独的 一双大大的厚底鞋 使他看起来更加艺累 看到一个垂死之人的痛苦表情 他满满的渴望和无奈 穿街过向走了好久 终于来到一个农场 骑着单车戴上铲子 在死地一般的黑夜中尽情的翱翔 就是这种感觉 让他知道自己还活着 知道自己所向往的某种东西 他所向往的某种东西就在墓地 悠闲的挖 兴奋的产 这就是他每天的生活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黑夜给了他一种安全感 即使在大街上拖着这个劳动成果 他也没有一丝丝的惊慌 因为人们都已经入梦想 依旧穿街过向的走了好久 终于回到那个满是酸酸味道的家里 第二天 两个条子上门查水表 仔细一看 不是水表单 而是一张照片 照片上的小萝莉是他的亲子女 由于小萝莉父母双亡 必须交由他的亲手带为照顾 他一脸懵逼 但还是跟着条子来到福利院 福利院的人还有情 赠送了一本未成年人 抚养指南 为了照顾好小萝莉 他细心的准备了一桩小孩床 小萝莉得个回眸注释 一切竟在不远中 一天 隔壁老王的儿子小王 发现新搬来的小萝莉 一眼就被他迷住 有其父必有其子的小王 架势十足 马上就搞起壁东 说可以传授小萝莉一些蛇文的技巧 天真无邪的小萝莉一声 嗯哼 就被小王占了便宜 这个纯蛇娇人的画面刚好被他看见 马上喝停两人 一有味见的小王 一脸不爽的样子 认为是怪叔叔换了他好事 到了晚饭时间 他特意为小萝莉煮了一碗肉汤 这碗肉汤浓香四溢 美味可口 小萝莉不自觉的多吃了几口 一旁的他早已馋得不行 土眼苗的桌上有一只小墙 趁小萝莉不注意 再次秀出他那变瘦龙一般的舌头 这一幕刚好被小萝莉看到 他怕吓坏小萝莉 于是不好意思的走开 质疑小萝莉吃的是什么肉汤 他并没有多说 后来小萝莉吐了一地 等到小萝莉已经入睡 他悄悄来到柜子后面的秘密房间 准备和自己的劳动成果共度良宵 吻上吻下 吻来吻去 就这样直到天明 一天 小萝莉说出了几个条子上面了解情况的事情 条子告诉小萝莉 怪叔叔是一个怪人 要小心一点 但是小萝莉不相信条子的规划 零睡之前 还主动要求妈妈的晚安亲亲 并且说出了那晚 怪叔叔在秘密房间所做的事情 但是会帮他保守这个秘密 不会告诉任何人 小萝莉还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 就是不想再吃那个肉汤了 发现一天小萝莉打扮得美美的 和怪叔叔一起出来逛街兜风 遇见早已等候多时的小王 小王依旧本性难移 说自从那一个黄昏热纹之后 每天都在想着小萝莉 但小萝莉表示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 两人来到墓地溜达 小萝莉发现有一个刚入土的 说如果怪叔叔需要的话 可以亲自动手帮他 但是怪叔叔拒绝了 回来后 小王向条子举报 说怪叔叔就是那个偷师之人 于是条子很快就杀了上来 小萝莉主动提醒条子 说柜子后面有一个秘密房间 可以进去里面搜查 结果却发现里面什么鬼都没有 原来小萝莉早已清理掉所有东西 要求怪叔叔别再做这种事了 如果可以的话 他愿意代替那些死人 小萝莉投掉衣服躺在台上 怪叔叔也一死不挂做起祷告 死了他 内心是煎熬的 他也慢慢爬了上去 在他即将要俯身下去的那一刻 小萝莉慢慢睁开双眼 就是这种纯真无暇的眼神 给了怪叔叔叔一个冷不防的重击 他习惯了闭着眼的冷冰冰的身体 他习惯了一切既定的程序 在这一刻 他变得异常不淡定 从台上醒来 再次看到小强的那一刻 他最后放弃了伸出长长的舌头 此时此刻 他变了 变得好像不认识自己了 最后 他带着小萝莉来到墓地 慢慢走向那未知的远方 看完后 我只想说 内心伸出的孤独 只能留在那简单朴实的爱 去温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